穩定的一個出賽成績 這次教練團很希望看到 不過今天一上場就被葉子廷 敲出了安打 手一打著就上 是 托莎今年對富邦拿下了兩勝 相對的在江國豪這邊 就已經很不容易 直接發動戰術 這個道理司機 我相信真人 托莎並沒有因為 一壘上有人說加快他的投球動作 今天也公布了 各國都公布了 結果這是一個界內 撥了一下 然後這個手臂現在是 這個球雖然是邊線 但沒有到完全車補邊 因為好像有碰到了一下 阿銀的手套 富邦拿到陣中真的滿多 包括在三壘的葉子廷 都是國手 所以也要直接來觀察 這一個縱向的變化球 長哥一直都是很認真 很謹慎 現在只有面對他的工作 大力有了 那這一支安打 帶一分打點 這個滑球被高果林掌握住 這顆變化球稍微高了一點 最後轉進來那個位置 的確是比較中間 是 在第一局的時候 富邦安將就單局出 這一棒再打出去 又是中間方向落地的一支安打 那二壘上的王念好要回來得分了 所以在今天他也迎來了個人 在中直跑回來的第一分 敲出安打的是 也有大王稱號的王影成 投到目前為止 曲球當然三陣稱之 那個曲球是滿漂亮的 但是直球到高果林 還有到王影成這個近的角度 甚至先巴會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對 所以這個又來了 又來了又是安打 延續的安打 董子恩也敲安打 那這時候二壘上的跑者 也要回來得分了 這時候可能要喊暫停 這競壘角度 確實這幾個都是很高啊 單局出現了五支的安打 對 第一局狀況就這麼多了 再一支安打 反向攻擊 那現在呢是被擋下來 因為曾經已經做出力球回船了 單局第六支的安打 是 直球今天看起來 真的是比較沒有委進 就是比較呆呆的競壘 現在要抓一個雙殺 哇 還是太高 又被逮到了 落地就是一支安打 那兩分要回來了 那現在一壘上的跑者 像三壘戴裴鋒的長打出現 沒有辦法複製一個很好的近壘角度 包括前面幾個變速球 在九號位置投得還不錯 沒有想到這個兩好兩壞之後 變速球又掉到五號位置了 打了一個反彈球接到之後呢 還可以看住壘上的跑者 再趕快用快速球穿一壘 是 喔 這是一個好球的 被拉掉 喔 這個球 轉下來 是 那第一局呢投得是比較掙扎 被打了比較多的安打 然後福邦呢是取得了五分 哇 拉掉了 這顆球投得這麼轉在九號位置 是 遭到的三陣 屌到 哇 今天在對決球的時候 叫江國王的這個變化球 就發揮得滿影響的 丟到腳了 丟到腳了 糟糕 沒有小心喔 糟糕糕 最後跳起來沒有躲掉 先讓他休息嗎 好像打在腳 就沒有護具的那隻腳 是 在左腳的一個腳背那邊 哇 這個出身球會不會 因為如果要以保護的角度的話 這陣子還有一些腦震盪的感覺 所以 撞到牆 對 但今天江國王的變化球真的夠犀利 對 三陣出局了 這一個半局 三個出局數 都是三陣 球隊可以進球 但是沒辦法 阿瑩這一棒打出去外野的飛球 還在飛 到警戒區嗎 沒有接到 哇 那再追加一隻安打 要上三壘 這會是他今年的第二隻三壘安打 這一次是不需要滑壘 而且第一次被出身球 你看他的腳痛成這樣 可以跑三壘安打 哇 了不起 今天阿瑩跑了兩隻三壘安打出現 這個球是找到二壘的管區了 那打者是出局 不過三壘上的阿瑩是回來得分的 這在四局下半 可田分數進帳 裡面有一分的打點 這幫找到原首的管區 可以連接球之後呢 長傳一壘 看得也蠻準的 是 今天也試了蠻多的 包括老將王世偉這一棒 喔 好球喔 王宁豪 秋彈找到了一壘的管區 王宁豪接球之後自採壘包 三人出局結入這個半局 不過 在樂天這邊呢是得到了一分 哎呀 真的是一家親耶 這棒打得阿達利 是擠到嗎 聲音很響 所以棒子斷掉了 嗯 稍微擠壓到了 但反而因為 飛的距離就沒有那麼遠 成為一個 巧妙的安打 是 看王宁豪接棒 喔 成家樂接到之後呢 好球喔 先傳尤其要再做一個環球 喔 還是來得及 3-6-3的Double Play 哇 好了喔 第一次的接球就已經很精采了 這個時候自己來測動一個雙殺 喔 這一球不好處理耶 他的小孩子是真的那個體格比較大 一個size 是 這個球 找到的管區 林立接球之後呢 傳一壘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半局呢 因為有雙殺的出現 等於是變相的 三上三下 喔 但這個球沒有出棒啊 是變化球啊 遭到了三陣 那尋求所安的話 要下次再來 毛硬傑的打擊 這一棒三壘方向 好球 前拉到之後呢 直接長傳一壘 這個球呢 傳得也非常的精采 孟子仁的一個守備 今天呢 李宗賢沒有先發 有跟兩次的保送 但是其他那個 喔 看一下 喔喔喔喔 跳起來手套是有碰到的 可是呢 沒有辦法呢 直接把球給接近手套裡 手套往上升的一個時間點 好像他沒一點 救急區的信念都是一樣的 哇 這個球 喔喔 神奇這一支撲到了 Nice play 哇 原本以為要穿出去的安打 硬是被沒收掉啊 所以呢 形成了第三個初級數 結束了這個半局 五局打完啊 富邦領先去投耶 今天這個 長忠季 不過他的用球數還蠻精簡的 是 這個可能也是 你說看到他一開局喔 就算沒有失投也被打安打 因為替他的 投球會感覺到有點擔心 但是現在這樣回穩 就越來越好的感覺 是 所以 打的是很強喔 這個拉吉啊 單場的第二支安打出現 趁從被寄出安打 他沒有辦法就是對方有掌握住喔 那 這一球 摘穿 喔 陳啟敲出了這奧比賽個人的第一支安打 嗯 尤其在兩好球之後喔 這球跟得很裡面 喔 喔 手還不要碰喔 所以我穿出去了 成為了一支安打 這一支安打會帶一分打點 這個邱俊維還是本人的手想要伸出去啊 是 莫忘 今年羅昂的教訓啊 因為他才剛入選國手喔 然後還要 這一個平飛球 直接抓飛鳥再傳啦 回不去了 Double play 哇 馬傑森 直接空中抓飛鳥啊 然後呢 再抓到裡裡過遠來不及回去的二壘跑者 三人出局結束了這個半局 哎唷 這個球要看落點喔 落地了 成為了一支安打 哇 今天打了第三支安打 三支安打 東子恩 對 帶手套來看球興趣 專業 對 不是為了那顆球咧 喔 那這個 不用怕球引誘到了打者 嗯 投出了三陣 哇 這個球沒有擋好 露到後面去 有三壘 小心 送東子恩再推進一個壘包 出現爆投 滿球數 這顆球在投 打出去 哇 這個球有機會落地喔 又成為一支安打 那二壘箱的跑者要回來得分的 帶陪鋒今天 三安的猛打 三分打點耶 是 這個打到棒頭一個三不管地帶落地的安打 可以看到東子恩第一個時間判斷就很精準喔 雖然是小高球 但是呢 他一開始就知道這個是會在落 三不管地帶安打喔 五球了 還是四外球保送 嗯 這個時候投的教練應該會上來喔 比較外角 這個球推出去 可是這個距離呢 就被掌握住了 接殺出局 形成了兩出局 而且累上的隊友呢 沒有辦法冒險推進 真的是四個壞球 那現在要不要做更換呢 打第一顆球 接到招船進了就可以了 所以呢 形成了第三個出局數 結束了這個半局 不過富邦呢再添了一分 接替夜外野的防守 這球出板啊 找到了遊籍管區 嗯 他們現在打擊呢 找到了六傳三出局 就真的都已經盡力了喔 對 對 小飛球遭到了二連手的接殺 又吹 這球阿士平飛安打 安打來了 可是這可能阿富會比較苦笑 是 是掌握住了這個球 敲了安打 那包括存訓的好好的訓練兵的機率是很大的 這個球要比一下速度喔 接球之後占我的船 船太高了 上壘了 有機會成為內安打 嗯 因為這滾動也比較慢喔 對 而且包括林志烏尾他本身左打嘛 所以在起跑的同時 基本上就是領先兩步 打打出來了 又出身球耶 哇這個用變化球 變滿壘了 喔這個球安打囉 那現在二壘上的跑者要回來得分了 為了廖建復 不斷地上壘喔 繼續上壘 哇在 林志烏這邊呢也是連場了 都有安打的出現了 所以還要再繼續上壘喔 有攻勢了 在這個半局呢 再添一分 現在也要看富翁 喔選掉了 但有沒有出棒 問一下三雷神 哇那這樣子 再多一個打手上場 四萬一球保送 嗯 但富翁這邊要不要做更換 要換喔 嗯 那這個也可以 好 因為是場上確定要換頭手 待會兒回來的時候 可以再請教 勇哥的這個角度 那現在 球單要上場打擊 那頭手呢是換成呢 有今天的王衛勇 好 這棒打強 彈跳沒有接到 後面的補位 才傳來不及 哇二壘手厲害 就是打者來不及啊 所以這個科興補位 二壘手傳一壘 形成了第三個出局數 結束了這個半局 那待會兒來看9局 就面對的是張冠廷 這棒打出去 二壘管區傳了 是一隻安打 張冠廷今天替補上來啊 這時候也敲出了 一個人第一隻安打 居然上來之後 直球的速度是展現不錯喔 這個 有機會喔 這是一個雙殺的機會出現了 沒有問題 打破不累 4-6-3 這是頭手最樂意見到的 雖然第一個打者安打上來 但是後面呢 輕輕鬆鬆兩顆球就解決了 可以轉一下手感了 但是 比賽跟例行賽的一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張力也是喔 三壘手接到 站穩傳一壘 這有點勉強喔 因為 林志平要去攔截這顆球 但他雖然這樣拋過去 還是傳得滿準的 是 那個強度還是沒有辦法跟這個比例 不過 打者是已經揮棒了 傳一壘喔 幾乎上當然是三陣 那也就結束了這個半局 待會兒來看 為了廖堅甫 就結下半 他有沒有再上場的機會 林志強今年真的是牛鋒 很重要的角色 有非常多的出賽 甚至還可以客串 結果這個球掉到了 增加了揮棒落空 遭到了三陣 出棒彈太高了 結果遭到了結殺 哇 算了現在俯首的後輩 宋家翔能不能幫到前輩 壞球 四天高的壞球 已經盡力了 真的做機會給廖堅甫了 真的 哇 現在這場比賽 九局下半 最大的看點 真的 塞外角耶 揮棒落空 再見三陣 好 那也確定了 今年中華職棒的全力打王 是由吉利吉老拱冠所拿下 不過 雖然阿富很可惜 但我們想說你看到八九兩局團隊 這樣子想辦法上 製造機會 這個也真的是棒球團隊運動 很好看的一個地方 阿富不管如何 今年有二十二轟 這也都是把他的過去的新高 一直往上推 過去最多也就十轟而已 今年才二十五歲 所以明年二十六二十七 我覺得 機會還是存在的 但整個團隊 當然也會像我們轉播一樣 都會覺得非常可惜 但是呢 就已經盡力了 對 那也恭喜富邦漢將 在這場比賽拿下的一個勝利